由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 周五结束了与中国的经贸磋商 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发文称 会谈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 报道称美中双方在有些领域取得了共识 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美中此次经贸磋商收效几何 是否是姿态大于实际作用 在美中谈判的竞争中 美国的底线可能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 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一位是做客演播室的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的 那么另外一位是通过skype视频连线 加入我们节目的美国起色家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 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的 那么首先要请教两位嘉宾的是 先请教秦伟平先生吧 就是我们知道美中的经贸磋商是刚刚的结束 那么可以说美方这次派出代表团阵章特别大 又有财长 又有商务部长 包括川普总统的这个经贸顾问等等等等 然后这些人来到北京 然后是谈了两天 但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个中国官媒新华社发的这个消息 感觉好像仍然感觉特别模糊 就是说是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共识 那么在另外一些领域这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那么就想请教您 您觉得这次的磋商对于解决中美两国的这个贸易分歧来说 有多大的帮助呢 正如我们看了这个5月3号 4号 这个美国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然后去北京访问 那之前是中美贸易战 我们叫第一回合嘛 确实打得很激烈 那主要是嘴上打得比较厉害 那这次美国代表团过去 其实外界还是给予很多期望的 希望说他们能真的是一个坦率的沟通 然后有一点东西出来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特别新华社刚才那个很简短的那个声明来说 我们可以猜想得到 其实这次交谈是或者谈判是非常不愉快 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华尔街日报有公布的 说美方提出了一个七大条件 从个条件来看 我都感觉美国这方面不是去谈判的 而是直接去下战书的这种感觉 所以从那个后方我们了解的信息 第一天大概谈了 上午谈了几个小时 下午谈了几个小时 中午吃了一个工作餐 晚上也没有在一起 第二天上午就谈了几个小时 就结束了就回来了这样子 所以应该说很不乐观 很不愉快 当然那个外交辞令 尽量是这种很克制的状态 这次会谈应该是不是很成功 那说有部分共识 我觉得这个部分共识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说我们可以保持一个磋商的机制 下次还有机会再谈一次 而不是说直接谈崩掉这样子 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出我们意料 但是确实是蛮危险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明白 就是谈还可以谈 但是具体谈的这个内容 可能还是没有取得一些实际性的 因为双方的这个观点差别太大 就好像说你谈判 毕竟有一个沟通的基础 一个是漫天要价 一个几乎是落地还钱 就没法谈这样子 所以差别非常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很显距的差别 比如说之前讲到说 两国的那个逆差 贸易逆差 我记得是2017年是3752亿美元 说之前的交价是要降到 降1000亿 下降1000亿 对不对 这次直接到2020年下降2000亿 意味着什么呢 连续两年都要下降1000亿 对不对 就是有点加码的感觉 当然其他的细节可以看得到 所以美方就是直接到中国去 几乎是把自己的鹰派立场表现出来说 我要下战书了 你就应战吧 或者怎么样 那中国肯定没什么好脸色 对不对 然后也没办法去给答复 所以能在后面继续说 第二轮比如说中方会派代表团来 华晨顿再谈一次 已经算不错了 没有当场直接翻脸 其实我也看到有分析说 这次的美方代表团是在出发之前 是已经给中方发了一个 他们的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的要求 那么我看到有些分析说 这个要求感觉对中方来说 可能就不像是奔着谈判去的 可能是就是有点像吵架去的 但是这是某些人的一些分析 一些说法 那么想请教 王维正教授的就是 您怎么看这次的双方的磋商 能给美中关系 特别是经贸关系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中美双方在经贸方面谈判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中国人还比较喜欢面子 美国人还比较喜欢理直 那这一次这个美国阵容庞大的 这个谈判团到北京去的话 可以说是给了中方一个面子 因为过去的话 双方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这个经济与战略的这个 对话的一个机制 然后去年这个习近平跟川普总统 在海湖庄园见面之后 双方扩大那个机制成立所谓的白日会谈 后来这两个机制都无疾而终 所以美国人看准了 中国人喜欢要面子这个心态 派这么一个阵容庞大的团体去 但是美国人毕竟是比较重理直 所谓理直就是说 他这个多年来对中方的不满 还有川普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 提出的许多的证件 现在都等于说下了一个清单 您刚也提到就是说 在这个代表团去北京之前 事实上把这清单已经交给中方看过了 那所以这些人的话 都是这个非常盲目 而且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们到了北京去的话 并不是有兴趣跟你去看这个京剧 或吃这个北京烤鸭 他是希望说能够实事 能够实干 然后如果听你讲了半天 还是一些场面的话 还没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谈的时间 比我想象的要短 然后根据这个外交辞令 刚才秦教授分析的话 我也觉得说可能双方 可能是不欢而散 但是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帮助 有些什么帮助呢 就是说这第一次谈嘛 谈判嘛 那当然就是说 双方对于对方的这个立场的话 第一次这个列出来 比较了解一点 然后回去以后可能大家会各自分析 就是说什么东西的话是自己的核心利益 是不能够交换的 哪些东西的话是可以退步的 就是说这个我给他A的话 然后他可能给我B或怎么样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还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会谈呢 美方满足中方要面子的这个心态呢 等于是给中方再一次机会 下次如果说川普总统因此就实现了 他要对中国施行这个大量的这个 惩罚性的这个关税的话 那你就不要跟我 你就不要抱怨说我没有先给你打一个招呼过 是的 那么继续想请教王教授 就是我们知道这次美中双方是举行了谈判 但是既然是谈判 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让步的一个空间 一个余地 但是同时也要有自己各方的一个底线 那么您认为在处理美中贸易摩擦的这个问题上 美国所能接受的底线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美国的话表面上 如果说川普总统能够得到中方一个具体的做法 能够降低这个贸易的不平衡 Trading balance 比如说一年这个1000亿 或者是两年2000亿的话 这个他可以对他的选民交代说 我已经达到我这个竞选的时候的一个证件 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最担心的 还是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支持 就是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 Made in China 2025 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美国官方文件没有讲出来 但是我看来的话 事实上是美国政府 特别是川普政府的这些经营分子的话 对于中国的崛起 一个深深的忧虑 换句话讲说 他们担心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话 加上中国这个对于这个国营系的这些支持 然后市场的限制等等 会造成这个美国过去是全世界主导的地位的 这样一个龙头地位呢 靠它经济能力呢 会拱手让给中国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最担心的 那这个刚好也是中国最不能够让步的一点 中国可能可以比如说承诺去购买一些美国农产品 或者是天然气甚至于会跟美国讲说 我希望能够跟你多买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产品 或者扩大投资 但刚好这个高科技的产品 还有这个扩大投资的话 是美国现在最不愿意让步的地方 但是真正中国不能让步的 是他对于这个产业政策的支持 是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中国不能让步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我也看到有分析说 说中国有可能让步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解决美中之间这个贸易差距的问题上 说中国可以这个多买一些美国方面的一些产品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在川普总统在三月份 他签署这个总统备忘录之后 不久吧 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 就是发表了一个一个一个讲话 他就说说这个中美之间 其实这个贸易的这个差距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或者说可以缓解的 比如说中国可以多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对中国来讲 他的这个天然气的进口这个方向 主要是从中亚那个方向 但是您觉得就是如果中国购买 首先中国购买美国这个天然气 他们的这个合作的空间有多大 其次就是如果真相罗斯部长说的 就是中国以后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对于解决美中贸易的分歧来说 又能有多大的帮助呢 我觉得天然气这个对中国来自很重要 中国其实特别液化天然气需求非常非常大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冬天吧 中国在大力推广这个美改气 然后一度造成那个天然气紧张 所以让中国政府其实很狼狈这样子 市场供应出现状况 那在2015年以前的美国 其实没有出口天然气到中国 20162017连续两年出口量非常大 而且2017年是比2016年增长了六倍 我看到数据 它其实正常情况下 按照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来说 还有美国这个因为液燃气的革命 天然气产量非常高 而且成本很低 在国际市场非常有竞争力 那在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说 美国天然气 主要是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一个 第三大一个市场 应该是另外一个是墨西哥 还有一个韩国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按正常的 这个两国的贸易的互动的话呢 天然气出口应该是增长空间非常大 有一些数据预测说 大概2030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天然气 进口的一个国家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继续中国向美国大量的采购天然气 也可以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 那其实我们知道天然气还是比较环保的 其实对现在这个气候问题 环保问题还是有很多贡献 对于我们讲来说降低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差距 比如说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逆差 对不对 可能会降低一点 我觉得比如说进口金额从几十亿 比如说到一百亿甚至几百亿 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但是美国会不会满足于这一点 我觉得就好像刚才王教授也分析到了 可能重要的还不是在这里 谢谢 那王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邢教授的讲法 我觉得这个在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上面合作的话 是双方互相有利的 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的话 由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燃煤国 所以对环境的这个污染的话 损害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也可以帮助这个不但是帮助中国 也可以讲说帮助人类 就是说改善这个环境的空间 那但是对于中美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贸易的逆差 有多大的帮助 有一点帮助吧 但不会是 这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一个药方 是的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天然气可能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领域 但是农业可能是双方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 中国是美国的这个农业的一个第二大的一个出口国 那么一旦打响贸易战之后 有人分析说 那么中国很可能会抓住美国的这个农业 作为一个打击的重点 那么首先请教这个秦先生 就是您认为就如果 中国真的一旦火力全开 面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业进行全力的这个打击的话 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能有多少杀伤呢 这一点来说 如果说真的是中美贸易上打响 然后对于美国的农业 比如说大豆 我们讲美国出口大豆到中国是非常大 一年都一百多亿美金 差不多一百五十亿美金左右 那对美国的这些农场主来说肯定是有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控制的比较 可以在非常小的一个口控范围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那个农业人口 我们知道占的比重还是比较低 现在农业很发展 人口比例很小 美国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市场其他的方式去解决 然后还可以通过一些补贴方式 去缓解这个民众的一种不满的这个情绪 那对于中国来说 其实可能伤害更大 因为中国现在它那个大豆主要是那个作为一个食用油的一个初级产品 然后呢大量的百分之八九十都依靠进口 然后如果不从美国购买 这个国际市场它一下子也没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所以要么就你就忍受 不光是忍受更高价的一个大豆价格 另外可能是大家比如说平时一个月吃多少油 然后你可能要打个对折 你就买不到了 你市场供应都有问题 就好像去年刚才提到这个煤改气 初中是很好啊 对不对 燃煤是污染空气啊 对不对 天然气是好 但是你没有啊 你有钱也买不到啊 供应有限啊 对不对 所以会造成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我之前也经常公开讲的说 这种中美贸易战其实是两败俱伤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次美国谈判的时候 专门把这个农产品这一条专门列出来 对不对 我倒是觉得说这一条更多的是 好像是说给美国公众听的 美国的农产主听的 其实我很关心你们的利益 我在跟中国教授的过程中 我非常重要的把这条拿出来 更多是这样 但如果真的是开战的话 就是贸易战开战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什么都顾不上了 那肯定是都有影响 但是两国政府 他们可能非常清楚 对方的底线和自己的底线 但是呢 他要对本国的公众还是有一定交代 特别是美国 因为美国是民选政府 那中国政府可能 他不太需要对他的公众有太多交代 但是美国他必须要有交代 这是一个很很奇巧很玄妙的地方 您刚才提到大道 那我也注意到 现在这个已经有人发现了 说现在中国就是他在改变他这个 就是他可以去加拿大买大豆 然后去巴西买大豆 然后就是有意地要避开从美国买大豆 他已经开始就是这么做了 不光是这样 但是整个国际市场产量有限 我已经看到一个通知 他在东北发了个通知 叫东北的农民大量的种植大豆 他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就有一些预防措施 是的 谢谢 那么想请教王教授 就是您认为这次的美国 在这次的贸易争端中 是否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因为我看到有学者说 这个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 其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上的对手 但是美国现在好像是过于专注说 就是不让对手发力 而有点忽视了就是提升自己的力量 我也看到有学者说 这个说美国现在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有世界一流的这些科研的机构 包括也有世界一流的人才 但是美国特别是 你像联邦政府 在这个科研领域的这个投入 已经处于一种落后的位置了 我还听到有这个学者说 就说虽然中国没有美国有钱 但是中国比美国要舍得花钱 其实不止在这个科技领域 那您认为美国在这次 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中 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呢 美国当然要反思地方很多 比如说这个也有学者认为 他们甚至做过这个实证调查 发现说这个中美这个贸易结构的问题的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双方这个储蓄率的失衡 换句话讲说美国人储蓄不够 中国人储蓄太多 中国人储蓄太多的话 又没有正当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管道 所以的话就造成这个热钱到处乱跑 那美国人投资不够的话就到处去借钱干什么的 那那个透过这个利率的话 对不起 对过那个利率和汇率的话 就造成了这个贸易的这个失衡 这当然这中间有美国有很多要反省的 那美国要反省的就是说 自己当了这个全球事故的70年的老大 是不是在面临一个要即将崛起的一个强权 中国他在意识形态上 他在政府跟商业之间的这个关系上 跟美国都很不同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好准备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竞争 我倒不说他们一定会打起来或怎么样 但这个是一种竞争 一个competition 美国是否准备好了 那么陈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对于说美国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到时候一个观察不一样 我说的在中国从所谓的改革开放 现在近40年 其实主要是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 然后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工厂 所以这个制造业大国 对不对 然后它其实很多方面 它并没有履行当时入市的一些承诺 那美国应该是早就去敲打中国 或者说根据那个之前的协议 政府接着去谈判去施加压力 而不是说等中国现在已经是 可以说是涨得比较壮了 比较有力气的时候 你再去扼杀人家 中国制造2025 我个人觉得说 中国已经成为 从制造业大国 想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 这本身没有问题 它产业政策调整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美国如果是突然一下子 试图去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知识产权也好 还有这种贸易争端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那特别是那些技术方面 知识产权要不要保护 当然要保护 对不对 但是美国其实在很多方面 综合优势是远超于中国 它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太过于担心了 即使说它这个贸易战开打 对于这个2025影响也是有限的 我本来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也不看好 中国如果它的软性的东西不变化 没有一个自由创新的环境 公平的环境的话 它很难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 它的创新也好 研发也好 它根本做不在太大成绩 我觉得这方面 美国是过分担忧了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 那么也感谢两位嘉宾 感谢旅美的经济学者 秦伟平先生 以及美国企则家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 参与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仅代表嘉宾本人 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旅美国之音